第五题,第五题到第七题是题主 小林在实验室做蛋白小角度摆动实验 实验结果如下表,请回答五到七题 第五题是问,在第一次及第二次的实验中 何者是操纵的变因 我们知道根据控制变因法 操纵变因只会有一个 所以答案绝对不会是C或者是珠 那么是甲还是丁氏操纵变因呢 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实验 我们在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实验中 我们的摆角的大小是有改变的 第一次是10度,第二次是5度 所以呢,它就是我们的操纵变因 而我们的摆锤质量跟摆长长度 两次的东西都是一样 就是所谓的控制变因 而我测量了摆动十次的时间 这就是所谓的应变变因 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实验的操纵的变因呢 是摆角的大小 也就是这边所说的甲白角大小 因此第五题问我们说 何者是操纵的变因 我们答案选择是A 只有甲 我们的摆角大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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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